大家好 这里是黄河乒乓课堂 我是黄河教练 今天跟大家讲发力方向对弧性的影响 我们在打球过程当中 经常因为害怕很循转的下行球 使劲的往上 或者我们在碰到有一些球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使劲的往前 不会往下压 所以说我们在击球的过程当中 发力方向对乒乓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的发力方向不对 那么我们的弧性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它就直通通的下往 或者直接的出界就不一定 所以说在击球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学会体会发力方向对弧性之间的影响 下面我们跟大家一起探讨 关于发力方向对弧性影响的问题 发力方向对乒乓球弧性的影响 我们第一个讲是什么叫做向上 有很多业余球迷跟我们的教练员 在教小孩的动作 看见这个球很转 它就往上 使劲往上 从这里是往上 这里是往上 摩擦的时候可能会摩擦的好 可能会上台 但同时它弧性很高 那么的话如果比较转比较顶的球 这种球使劲往上反而下往 反而下往 为什么会下往呢 我们跟大家举个例子 因为当球进行下旋球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力量往上 它的球会往下掉 直接会下往 直接会下往 这个就是我们往上太多 造成很强烈旋转的球 下往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什么叫做向前 向上 向前两个球的弧线是不一样的 向前过多也是向上 向上过多也是向上 这是向上 这是向前 它都不会产生很好的弧线 那么我们向前过多 导致弧线很平 没有一个合理的弧线 所以说在机球过程当中 一味的向上 或者一味的向前 都是不正确的 第三个什么叫做向前再向左 我们在挥拍过程当中 往前再往左 它整个挥拍的动作 它是有个小半圆的一个弧度的 所以说我们在机球过程当中 很理想的一个弧线 就是向前向左 向前向左 最后一个 我们讲影响我们发力的几个因素 第一个 发力不到位 我们整个力量往上过多 是发不了力的 因为力量都是往天上走了 拍头往天上走了 没有释放出拍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引拍位置的时候 我们拍子内扣 拍子内扣的时候 整个力量也会打不出来的 而且的话很容易下往拍子内扣 最后一个就是球拍跟球的距离 在机球过程当中 球拍跟球的距离 如果过短 太短的距离 我们也会发不出力量 那么也影响我们发力的方向 也影响我们的弧线 我们这里太短了 这样子是肯定是 所以说 有一定的机球位置 有一定的机球时间 有拍形不往里面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